大家好 我比较顺眼 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洪峰孙师傅 讲座结束之后 拉住它再喝一点补补补 好 那我相信作为在这的 很多人我觉得都很熟悉了 也有一些新的面孔 也有一些熟面孔 那我先简介一下袁忠秀 好了 那袁忠秀呢 在新加坡已经有24年的历史了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你看24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真的是一个很长的 一段的漫长的路 因为24年了 一转眼儿子都长24岁了 所以说24年 我们胡温顺 跟着唐大师的角度 一直是耕耘收获 多种 把袁忠秀创建成一家 上市级的公司 那在2012年的6月28日 袁忠秀在英国伦敦 首家上市的第一家 命令风水公司 这个荣誉 不是美 现在目前不是每一个 风水公司都拥有的 只有亚洲第一家风水公司 是我们上市的 所以这个荣誉 给我们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步报 我们居住对不对 所以的话 大家今天能听鸿门讯的 风水保典讲座 那风水会带给什么呢 带给大家什么呢 很多大家很多人会在想 是不是有些人家里 有些人平步千云 事业不高升 有些人的事业就屡屡属 对不对 会有吗 为什么 还有些人啊 会得到外人的相助 有些人就会做小人的暗设 有没有这样 身边有这样吗 对不对 那有些家里呢 家庭的风水好 把孩子呢 就经把提饼 有些人在家里的风水不好 的话会怎样 孩子顽皮啊 对吗 所以很多的为什么 很多的疲惫 今天就有请我们最深知的 鸿门讯大师 来为我们讲解风水保典 大家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同学都好 各位 笑话 今天的场戏中也是笑话 不报表 伤不高 有先则理 对吗 最重要啊 能够帮得到 什么叫风水 各位 有谁看过风水 有谁要写图纸的吗 那前天我才跟一个朋友看风水 不是看风水 看平面图 最近很多人要看风水之前 他们会拿平面图 给我看 哇 一个小孩子 刚刚大学毕业了 父母买一些工艺要给我看 不过给agent带去看 他也买的 应该是蓝裤的木头 蛮有先的 外国人家买的 哇 他的缺角太多 不过他的孩子 一线路里 哇 很喜欢这个房间啊 我告诉他 那这样的风水 你买的是要买来做什么的 他妈妈刚好飞过来 那天 参加那个毕业的联益 然后宿便买一件工艺要给他 我问他 你买这个风水 买这个物质 要表孩子做什么的 他说要给自己住的 我说给自己住的 通常我们要选一个 然后不要有太多缺陷 然后不要有太多缺陷 如果是你买来投资的 就不一样了 投资的是要看回报率 投资的当然是要看 你也有马逼 所以风水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买来自己住的 周围的环境 然后重要是他的格局 要视频报的 那什么叫风水 早期的风水是看什么 看山嘛 山管什么 沉丁 水管山 现在也没有 现在哪里有山哪里有水 现在看的是什么 建筑物 建筑物代表山 马路或者是人流量代表水 那早期风水为什么 山管林丁 你找一个好的山 跟龙 跟座 所以人丁就会忘卖 所以如果是水路的地方 可以做买卖 所以山管林丁 水管才卖 现在的风水不一样 风水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它是一知半觉 跟宗教也没关系 跟信仰也没关系 其实风水讲的是什么 科学 重要是它的职场 能量 它的气要 很简单的 五行一定要相生 怕才能够相忘 五行相克 肯定不忘 五行代表什么 五行代表金木属 有风土 各位 颜色要配合内部的结构 我看风水 我根据这三个 五行相生 你的照五行 各位懂哪里 东方是属什么的 木 青 谁讲的 谁讲的 那我是五鼠 可以了 东方属木代表绿色 代表蓝色 只有做功课 等一下我会给我们看 五行的颜色 你对的地方 你把对的东西就对了 比如说 东方属木 对吗 它的相生是什么 水 木跟土 木跟土是北塞的 或者是 你给它活 活 活跟木也是伟业的 所以你挂镜子 我最好是东方我挂镜子 镜子代表活 东方代表你的积极 谋式的积极 所以挂镜子 镜子如果你放在什么 北方就错了 北方属什么 水 北方属水 你看 你可以做我的 System 水的地方 你摆镜子就错了 虽然很多的设计师 你 你平面图啊 一定是给设计师帮你设计 他也不管你的方向 我前两个月 我才去一间大尔设计公司 给他的设计师刹克 这是基本的 他们一定要设计 照头要放在什么位置 镜子要放在什么位置 起床的方向要怎么办 那如果是设计师给你设计 餐桌旁边一定是镜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设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设计